欢迎各位收看今天华语节目 我的手上是一篇非常有趣的新闻 关于华人在康美的期间 为革命创造秘密递交 我根据跟踪这些的信息 为你们带来客足的历史故事 最重设施 丽蓉找到了林世光老先生的家 大家都称呼它是三全个 叔叔你好吗 黄丽蓉买铁记者 黄丽蓉请坐 你好吗 很好很好 林世光先生命名是三全个 原始西宫铁岸家庭科区华运副处长 他参加领导西宫家庭科区华运 也是为抗日战争 解放民主可统一国家 作出重要昏斗的指挥者自益 为1968年冒生种族进攻 捉准备 他亲自只会在不动社会建筑革命设置 并建造秘密递交 为支持革命的华人同报 应知秘密文件 河泽船上尊重瓜的尊重就是以注尊指导他对国家所作的成就和贡献 他收到了达令60年的会章 当统一国家期后 在80年代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三全素数也是十位负责解决及时形式城市经济发展困难的人之一 凭着心血 微信和革命分离 三全素数才除了一些创新的方向和做法 帮助解决就业问题 初步解决当时南部经济发展的困难 今年已经88岁的他 当提到旧师 他依然高兴和兴奋地讲了一篇 我出生于贫困的家庭 五岁失去了父亲 七岁失去了母亲 全靠哥哥姐姐满生活 十二岁开始草寻圣基 在学校打工 多亏了老师的营党 早有革命的角落 十几岁水着革命 经历过战争 我接受了各种的考验 苏苏 您是系工提案家丁科学的指挥人 自已 一定有很多深刻的回忆 您能分享那些故事吗 我联系在城市工作了28年 乌尔会区基地学习和训练 所以的期间都是在市内运动群众 组组织从底至高的运动奋斗 争取公民权利 民族权利 十几岁就转向政治战争 我经常在运动中国中 在城市连接了设施 尤其是从事群众运动 懂得靠入洞工人 因此就职业完整是基层建设的重要单略 白天是敌人 晚上是我们的 我最得意的是如何建立科维护秘密设施 控制暴露 避免牺牲 以长期计算 叔叔 你现在能带我去参观秘密地家吗 好的 我很乐意带你去 吴志明市第六军 家富家小港里 最后一栋 有秘密地家的房子 用来打印和寿招文物 这也是吴志明市的诗集历史遗迹 这里1963年刊媒期间 宣传材料的印制记记 也是西工解放部的全身 81号俄工的基层比报落后 在一团洪志和林事馆同志的指导下 同志们安排340亿商时 房子作为秘密活动场所 同时将印制时 一改成之裁缝店 利用裁缝机来接受订单 维装印刷工作 这是西工解放华文包子 也是华人工人包子的前身 解放前 这座方式 违装成裁缝店 有许可跟和之回爱 是两位主人 每当打印机工作时 会发出超恩 犯人机会用来 掩盖打印机的超恩 林事馆先生 一位已经快90岁的革命老前病 但在留印的文物前 他不由于激动 又现犯地重复了过去的故事 这里是安全的 周围都是好公民 人同革命是能保护我们的 这些文件如何有助于宣传呢 这里印刷包子发行全国城市 但是有两份包子 是解放包和工人包 一桌发出解放包 第二桌发出工人包 是一份秘密 有西传向全城的革命机构方法的包子 也许非有中文的文件 也有在这里印刷 这些包子有助于 向国人同胞宣传支持抗建 参加战争斗争 争取民主 民权 互惠 同胞争取权利 房子有三件地交 用来印刷和存放文章 一件用来印刷 一件用来牌子 另一件用保存文件 请进来 秘密地交在这个房间里 这个地交用来牌子 可以容来三个人在里面牌子的 我懂过程 有什么有必突然检查过吗 是有的 敌人经常组织检查户口 却很容易对付的 把钱放进他们的口袋里就行了 亲姐 你能仔细介绍这个秘密地交吗 这件地交是按照 曾开雄同志的图片设计的 它是一位优秀的计程师 地下设计时间非常短 一直在使用地交的时候 但印刷的同志们 必须检查灯壳店 因为地交实际上是没有防水的 下雨的时候 同志们要确保里面干燥和干净 才能工作一整天 甚至晚上也要上工作 为了宝课秘密 里面的同志不能收 掐门总是要封密 上面还要用木床来围装 这些是研制 这样中文文字很复杂 一套有两千个字 还列在六个母墨中 同志们排成墨纸来印刷包纸 排字过程是在秘密地交完成 整理完模式转给复杂印刷的人员 除了用来排字的地交 还有印表及地交可用来印藏文件 包纸的地交 盖好盖子要撒上坟墨 商城的围装是那些 布板桌层的木床 保护地交的轨状非常巧妙 有故事说 当警察商们检查户口 房主人需和跟先生主动拖时间 让同志们其实把文件和打印机 攒在地交 当资历比检查的时候 韩美同志和陈美山同志 坐在厂商 非常自然地拍着脚 以免让警察发现地交 当包纸印说好 各位同志把文件 转载当时裁缝的定端衣服 并放入五到六个纸箱 许可跟可整委爱同志 用车运到四居的各个地方 送到交联口 然后发给人民接受 打印主同志们的青春很勇敢 在印刷工作上 他们总是把责任做好 尤其是承开远同志和许可跟同志 等他们被捕和牺牲的时候 印刷主印印保密工作在三百四十亿商务 直到一九七零年 当时印印本可报自向华人同胞宣传革命健身 然后大了更加了解这些令人致好和充满困难的工作 如大家所见 从很年轻 从很年轻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虽然年事已大 但谈到可敌人在争斗的日子 可因说双全材料面临危险时 他不有自主的抚慰情绪 从十来二十岁在地窖工作 文景非常紧张 因美食监设没有经验 所以被淹水 每次下地窖都要打水 可臭干 一开始不臭干净就被淹击 太可怕了 一米高的地窖 每次站起来都撞到头 所以现在经常头痛 突然警察检查 我有警报 地窖门就要闭关了 然后有两个小小的痛气管 但依然确实空气 我们也感到非常之好 自从我暴行危险的责任 但我却不知道什么是恐怖的 我是韩美同志 在秘密地窖工作的日子 开花了他跟哪位同志的爱 解放后他们结为夫妻 革命需要的故事 一直是他们爱情的主题 我也是牌制成员 每次做牌制 我的脚都湿透了 因为水一直往上冲 地上没有风扇 所以很热 全身都湿透 所以三四多岁 我穿了风扇冰 膝盖退化了 现在回忆起来 我也佩服我堂舍的精神 为什么那么大胆 敢做这样的事 我却不累 也不应援 我以前在改方电台工作 播报时候会将新闻记录 作为新闻的版面 但是在秘密地窖里工作 久而久之会影响到关节 最近依然经常痛病 西盛青春 当年的战事 记者为国家南方解放 而斗争创造了机器 华人同胞 在战争期间的秘密地窖故事 不争之耻 该我所知 樊文柱路上还有其他秘密地窖 是陈白鹏 美浙涛和刘明同志的笔货舍 你能告诉我更加光益 那个秘密地窖的事吗 这个地窖是刘荣峰同志的家 用来掩护市委党 为领导重继第一道事难工作 各位同志们来笔币 随要出去会有刘荣峰同志开车送他们去其他社室 他也是为革命做出了很多贡献 你为什么选择敌方基地对面的房子所谓秘密地窖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敌人最近的地方 敌人就会失去警惕 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破障 乌奈是高级军管船船之处 而屋顶是第六军警察在上面放着枪子 以保护第六军警察局 但敌人却不知道 月宫就是在房子里面 各位观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第二个华人传统树 是许多革命战士的比难处 毫无疑问 这些的故事一定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我们一起去吧 子房子子西宫 家丁是为秘密奢侈之一 由刘荣峰 大家常叫刘荣 是城市的一名活胜资产家 他在康里研造求国 使其为保护 掩护革命同志 销建秘密地窖 这座房子 另一个选为人知的地方 就是在警察局对面 这里选为革命战士的庇护所 房子有缺口 有三米框 深度2.6米 这里是刘荣树的交易台 当时机上则是高层领导人 会与武的掩护 这里有个后门 用来帮助领导同志安全进出 出门有刘荣树的车 等着送走 现在我们去参观秘密地窖吧 设计可布置清凉的家具 来掩饰敌人的主意 我们非常佩服领导同志们 选择了这座房子 这是一个小阁流 但也是特别重要的 刘荣家人用来接着 成为郡君和商业人物 刘荣树家的座椅还完好武序 陈百鹏同志曾经坐在这套椅子上工作 这是用来观察四周的窗口 没人掠到这里竟然有一个低窖 这里严重秘密地窖的柜子 可以看到地窖就像九窖一样 高2.2米六畅框 门口要小时框 里面能容来两个人 我们也去上楼吧 清洁 这里是厨房 丽荣有没有看到什么吗 丽荣只会看到木材 一天 刘荣叔叔把木材往外翻 掩饰里面的地窖 要仔细观察才发现里面的坑口 坑口只有五圈框 长度1.9米 我看到了只有三才矮小的人才能站进这个地窖 这里展出的图片和现物都包括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故事 各位观众朋友 这是吴知名师 民主委员会原副部长曾经荣先生 他在这首房子存在好多年了 也是见证历史人物的人 以及了解华人革命在这座有秘密地窖房子活动 荣哥 您能在这里分享有关土壤和食物的故事吗 这么说吧 我是从刘荣同志 渔民到欧洲之前领受到的 刘荣同志来到华人工作处 争送作为纪念基地 这位是思应叔叔 他就是陈百鹏同志 这位是刘荣同志的妻子 当时陈百鹏回到参观 他曾进诸国的地方 以前陈百鹏同志被敌人统计 刮场2000万给水抓到陈百鹏同志 当时陈百鹏同志一直在这里守候 一直守到刘荣夫妇的庆幸保护和安全五样 外面人都认为陈百鹏是个身材高大的人 因为每次抽走后 敌人找到的很大衣服 但死线却不是 所以当刘荣叔叔带着陈百鹏同志 2004年他找到华人工作处把枪交回 我是负责收回枪的手续人 我们走进了第三间 曾是华人革命传统室 特别是展表越南英雄母亲和华人历史的形象 据传统式统计 最近有14名华人母亲得到承认 越南英雄和235名华人历史 这是华人历史已经牺牲的照片 有一些同志名字被英明为城市街道和学校 如陈蔡元、陈佩基、李景康、韩美元、历史的形象 将荣远铭刻在年轻一代的心中 他们知道华人同胞 为抵抗外地、战争捉出了巨大贡献 透过这第二房间 有亲眼看到华人把自己的家里 创造了秘密地庄 用巧妙的伪装来到保护革命统治的安全 聪明的创造和才智的指导下 利荣非常佩服革命战士的哀国精神 他们不为之难 不怕牺牲 以完成人路、出击、勘章、胜利 以保存历史价值 在吴志明市华人爱国革命传统教育工作中 发挥价值 2008年吴志明市人民委员会将吴志明市华人革命传统师列为实际历史议计 从活动进入之际 华人革命传统师解答了大陪游客 国内外个人来参观了解革命历史 和研究华人同胞抗日救国此籍的传统 除了展览食物和图片外 陈氏华人革命传统师也是陈氏华人传统俱乐部的活动及择费 以及俱乐部传统活动、文化、文艺、青春、年团队的集合地点 从而有助于遭遇年轻人继续发扬前辈的革命传统 为建立吴志明市和国家做出贡献 我们影响最深刻的是楼上有个秘密地交在归子里 我的感受和社稷团员们来参观也是一样的 感同胜收的只好和对前辈的感激自情 为国家战争、牺牲 让我们得到今天的温暖和幸福 我们真的很感激 说到战争和民主英雄 不仅有乐主、还有华主、爱地主、和蒙主和其他民主 有时可以看到革命主大团结力量共同抗战 我也是华人 我非常自豪在我的地区上有一个华人革命传统遗产 觉得华人对我们祖父的战斗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华人革命传统是和华孕培学委员会的秘密地交 不仅是尝试华人的骄傲 也是施党为革命历史非常重要的地方 向声明全国人民和国外游客介绍来持了解和参观 我们也尽力大努力将这些历史价值可治好决转递到人民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我喜欢游客们能有更多的体验 更了解这两个国家历史秘密机构的历史价值 各位观众朋友 通过华人革命传统是对历史和文化进行了伸索 在这里生活调动工作的人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故事 而是华人为了保护祖国而做出的贡献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生活 要珍惜独立、自由和幸福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华语节目到处结束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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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